这有个车站 汉阳桥头 长江大桥 汉阳桥头 这还是引桥部分 春天来了 花也很美啊 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可以下桥 不知道能不能走啊 试一下 应该有个过铁路的一个地下通道 前面就是 好 走这个地下通道 这是大条菊的宿舍 职工宿舍 大条菊的生活区吧 是这边走还是这边走 走大路 还有红砖房子 这个就是五十年代的房子 还有红砖房子 都看不见了 硕果仅存 这边走 这是个路面 这也是大条菊的生活区 这是汉阳铁中 过去大家局的子弟学校 这都属于大条菊的范围 这都属于大桥局的范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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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医院 有电影院 这个单位属于 直属中央铁道部 铁道部大桥局 这是什么 是小学吧 红桥小学 这有一排商店 什么都有 送后去什么都有 这里要 左拐了 这个叫剑桥新城 这叫新城 过去老村是红房子 所谓新盖也是 七八十年代 也是七八十年代 房子都旧了 房子都很旧了 随时会被拆 随时会被拆 好 好 要找我的家 那找李家 我找我的家 这是炒饭的 帅哥 我找李家 我熟过的话 是不是 嗯 你怎么搞我的 你怎么搞的 这水果的 我还不知道 我穿网红不好些 你什么发去命的 就是发去命的 偷学偷学 对 工程党的事 都要偷啊 是吧 说不定找个人给你炒作 还是 说不定还可以去命 去命的事情 不行 还可以吧 你还打下去的 不是打下去的 你哪一年 我六二年了 六二年了 我以前在三四年 都去 我才是武昌过来 好多年没过来 来看一看 以前我这个我同学去的 那 红房子都没有斗了 哈哈 这都 这房子都斗得要臭 这还是叫星辰 嗯 星辰是不是 这叫星辰 红房子好臭了 你哪一个的 高总 我开发区的人 啊 你开发区的人 哦 你还不是这老 老 我才去要四十年 开发区的人 你到一朵去是在那里 那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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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转口 哦 转口 好了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这还有云南大义茶